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辉博 那今天我们解盘时间 来到6月14号 在我们现在录影的一个时间 台北股市正在下沙 早盘的台北股市还开高 开高37点 但是到目前为止 跌了53点 这是我们目前录影的时间 台子期货其实也是一样 到目前为止跌了61点 这个盘是在6月9号那天出现的变化 在这一天 这一天 为什么这个盘是在6月9号这天出了变化 这是当时候我们给惠云的讯息 6月9号 这是已经来到将近收盘了 1.08分的时候给全体会员解盘 为什么 因为那天到了这个地方 我发现出现一个状况 所以我特别跟会员报告 台北股市 当天是6月9号 出现了多空关键价位 这个多空关键价位是多少 是102221022点 这个数字很奇妙 如果10222不再站上 什么意思 因为当天的一个指数 它是来回的测试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说 如果10222不再站上 不日子标将转为向下 以此依据 接下来的隔天的录制的节目 微博就把这张栏给各位看 然后我的测标 就是呈线向下 当呈线向下的时候 其实昨天还有来回测 昨天回测什么 昨天回测了10日线 月线啊 20日线叫月线 就是这一条 昨天回测月线的过程当中 好像似乎出现止跌 甚至今天早盘还开高 对不对 我一直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我说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如果操作没有依据的时候 你会跳进去 陷阱里面 什么样的陷阱 我举例好了 今天台北股市是不是开高 没错吧 好 今天很奇妙的一点 来各位 今天这是加全大盘的走势 开高 走高最多涨37点 来到多少 10165 今天的盘市其实很奇妙 今天的大盘 跟期货的高点是一模一样 来我给各位看 这是目前的近月份 近月份早上是不是也是开高 好我们拉近点看这个地方 各位 今天最高到哪里 10165 有没有觉得不谋而合 跟大盘是一样都到10165的 好 这其实比较少见 因为期货跟现货来讲 它会有一个价差的关系 但是今天同样都到10165 那如果你操作上没有一个依据 不问各位 今天早上开高的过程当中 昨天的一个期货是不是出现了 回测月线的一个止跌 很多人认为说止跌 对不对 微博在节目跟各位讲 不是止跌还是向下 向下的话 只要上涨 它就在反弹嘛 我给各位看一个讯息内容 这个是我们所有 LINE群组的好友 都会收到的讯息 这是什么 这是在我的LINE群组里面 我们分享给我们好友的讯息 好 这一通讯息是 昨天晚上的时候 10点 22点就是10点 晚上10点的时候 我们发给我们的一个好友的成员 我们都会有这个预测 叫不论再把旗子高低点的抢先报 好 台子旗的预测明日 因为这是昨天的 所以就是预测今天6月14号 6月14号台子旗06最大的压力在 10167 好 各位 来 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讲的是台子期货 并不是现货 但是今天包括期货现货都是到10165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10165 对不对 差两点点到 一般来讲的话 我没有办法升准到一点不差 但是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在昨天的时候 这部分我要先说明一下 微博在LINE群组里面 有更多的股票的解盘 包括期货的讯息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一个LINE群组 在ID搜寻小老鼠 WBP2367 你就找得到 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 这叫 陈微博分析师的 博乐指标操盘式 这个群组里面 你每天都会收到我们预测的讯息 我请问各位 昨天有预测的最大压力在10167 我们这样说好了 今天最高是不是到10165 那假设来到10167附近 不管是穿过也好 不足也好 请问各位你会不会去追高 因为我目前为止 我就说刚才我所讲的 目前为止的架构 或是博乐指标向下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任何反弹的架构 它都会属于一个反弹而已 任何上涨的架构 都是属于一个反弹而已 那我请问各位 当今天来到最大的压力 在10167的时候 这是昨天10点发出来的 那我请问各位 你会怎么做 先不要论说有没有放空 不要去论这一点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 一开盘过程当中去做多 你可以避开这样的下跌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 所有的操作都要一个依据 当你有一个依据的过程当中 至少我们在风险上面的控制 你就可以把它控制好 当你风险控制好之后 你进阶段的再去追求获利 这是投资的 我觉得就像微博在带会员一样 我们都会做错啊 我也会有做错啊 但是当你做错的时候 怎么样去反败为胜 做错的时候 怎么样去把那个风险把它缩小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这行情这样一路跌下来 现在跌了63点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黑K 今天黑K就很大 对不对 那大家会怎么看 空头市场来临了吗 我想我还是看法没有改变 之前我就说过了 当时候在6月 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来到了 这一个上升形态的上缘 在上升形态上缘 我就一直提醒各位说 这个地方的话要注意 要么就是直接带量做喷出 要么就是拉回 目前确定是走这个拉回 对不对 那目前是空头市场吗 我再次跟各位讲 不论怎么样目前向下 代表目前会修正回挡整理 但是不代表它是大空头 如果这一条上升趋势的形态 被破坏了 我稍微再把它缩小一下这样子 刚才各位所看的是这一段 整体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沿着这样的一个上升形态 轨道做进行 对不对 好 如果往上突破叫破坏 往下跌破也叫破坏 但是在这个轨道里面做进行 都是多方趋势 只不过多方趋势会有拉回 多方趋势会有拉回 多方趋势会有拉回 会有拉回 对不对 会有拉回 这个拉回 它都不是真正的空头市场 它是涨多的拉回 所以我请问各位 很多人会问 当我这一次不日指标向下的时候 就包括会员也好 包括很多的好友问我说 什么时候会止跌 我跟各位讲 不日指标向上那一天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了 这是6月10号 12号那一天的讯息 对不对 日线跟30分线 当时候都是向下的 延续上个礼拜向下 我说波段 来我们拉近一点 看这边 波段的止跌 就要看日线不日指标了 什么意思 各位 你就看我的测标就好 你每天可以锁定 微博的节目 我们在LINE群组里面 包括FB的社团上面 微博都会把节目 PO在上面 你只要看哪一天 微博的波段指标 要改为向上 那代表这一波就止跌了 这一波就止跌了 但是 到目前为止止跌了吗 还没有 短线部分的止跌 要看30分线 如果30分再向上 有可能止跌 但是它是短线而已 一旦30分再向下 又继续往下跌 这是目前的架构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尤其是股票 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讲股票 各位可以到 我们LINE群组里去看 个股的节盘 我会 目前我会讲很多个股 博瑞指标向下个股 我希望各位要避开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 这次的一个六折回馈方案 那波通我们的超排式专线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期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